留言板會放話說畢業點你 他就叫我的本名 徐叉叉 我要打你 然後我一畢業拔腿就跑 就是你還是會害怕 娜娜大師國中招霸 林哥家裡出櫃被要求就一 保護過一人 你最喜歡的那個 年輕的順序 這個太賤了 YouTuber娜娜大師訪問過許多熱門歌後 天生的表演欲染他很受歡迎 在當Youtuber之前 你真正的主題是什麼 我其實是保險業女人 做了七年還八年 那你那時候想要不要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發現 我覺得家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因為我那時候想考 復興的表演科 還有什麼什麼戲劇忘記了 媽媽就是完全無法接受 媽媽中間還是有一段時間是覺得 蛤 蛤 蛤 你為什麼要叫Tina 你可以不要叫Tina嗎 就是他覺得那就是一個女生的名字 他知道我真的是確定這個同志的時候 他其實是蠻不舒服的 一直希望我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剛剛講說 如果看醫生讓你開心 我就去看 沒關係 那你真的有去看 我沒有去看 後來是有 原的親朋好友告訴他 其實這不是病人 那你跟 你媽的這個 差一個很快 其實很快 我覺得一個月而已 差一個月而已 他就失敗了 對啊 我覺得他也算蠻厲害的 雖然他前兩個禮拜都很像 很像上司 吃飯了 吃飯了 就在這個狀態 後面他寫了一封很長的戲 大概一封 我忘記了 我不敢翻 因為翻了就會大哭的那一種 我就看了那一次我就不翻 我就把它收藏了 在那裡 從頭到尾就是這麼的 雞花的這種歌詞 誰雞花啦 但重點是我覺得 其實比較誇張的 一大部分真的是 許希帝教導的 許希帝一直 對啊 從小就看娛樂百分百嘛 他們就叫我們要做自己 然後我們沒有做壞事 你在學生時代的那種 個性的 比較外放的個性 有讓你戴的那種嗎 有啊 國中啊 那是給他 就聯絡過會不見啊 然後你的書包可能會被丟 被藏在掃具間 就這類的 但你當時的男生就是 哭啊 怎麼那麼可憐 為什麼 為什麼要起步我 就是覺得為什麼 因為國中有三年嘛 那國一開始被起步 到國二 國三漸漸變好 他們其實開始又回來到我朋友 我覺得其實一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日久見人心 他們會發現其實 沒怎樣啊 其實像女生的男生 其實根本沒什麼 所以你也可以做什麼 特別的女生或改變 然後就讓大家就開始生存 我每天給他們一千塊啊 當然沒有啊 就是正常 真的沒有做任何事 也許那個時候的我的確太白目 也有可能 因為我那時候是 會到處去各個班級 巡演徐老師的一個狀態 也許真的會有人覺得 天啊 my god 又來 而且我還帶著喇叭 放著無視大被揍 然後配合著唱這樣 那有被揍 沒有被揍 但有被很多老師封殺 說這個同學 不可能再砲擊我們班了 他不是我們班的學生 其實還是有怕 因為以前 我不知道現在還沒有 但是還是我勒索的狀態 其實那是非常嚴重的 我覺得在校園裡面非常嚴重 可是也沒多少錢 就十塊二十塊 留言板會放話說 畢業給你 他就叫我的本名 徐叉叉我 打你 然後我一畢業 拔腿就跑 就是你還是會害怕 我很幸運耶 因為其實我並沒有真的受到 真的實體上有人要揍我 都是那種恐嚇型的 並沒有真的採取行動的人 所以我還很幸運 我可能覺得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保護自己 當你覺得真的不對勁的時候 一定要走向人群 因為其實 我那時候 女生的朋友其實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我 上下課都一定有人在我身邊的 畢竟他們沒有落單的時候 那女生的同學會保護你 對啊 女生朋友會跟他嗆一下 拜託你們不要欺負他了吧 那大聲是什麼啦 auge refres 各位 賺 carte 太 。